在中国私募基金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现象 那就是掌控这些动辄数亿美元资产的掌门人 往往都是出身所谓太子党的人物 而在中国目前如此不透明的专制威权体系里 又缺乏民主社会中应有的合法性 可以想象这些中共的高官后代们 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令人担忧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投资于非上市股权 或者上市公司非公开交易股权的一种投资方式 由于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较大 信息披露不充分 所以往往采取非公开募集的形式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 今年上半年共有70只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募集 其中披露金额的64只基金 共募集62亿多美元 近几年中国的所谓红二代太子党们 也前仆后继的进入金融领域 建立了多项私募股权基金 博裕投资顾问的合伙人之一江志成 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孙子 据了解今年博裕投资计划筹集15亿美元投资资金 前中纪委书记吴关正的儿子吴绍华 目前的身份包括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执行董事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党委书记等 而航天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于2010年1月 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马勒 是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马凯的女儿 基金总规模50亿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 中共元老李瑞环的儿子李振福 是德福资本的创办人 而前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吴邦国的女婿冯绍东 则是现任总资产达100亿人民币的 国有产业投资基金 中广和产业投资基金的总裁 他还身兼上海百联集团董事 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女儿李童 是中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掌管着香港中营国际旗下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 还有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严的儿子曾知杰 创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是国家开发银行与中信资本 共同设立的创业投资管理公司 他担任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 而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曾担任国企中国人寿的首席投资官 管理着1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后来担任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CEO现任中信证券党组书记和副董事长 在金融业发展的太子党 还有控制着上海联合投资的江泽民长子江绵恒 以及现任中金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朱云来 朱云来是朱荣基之子 而朱荣基的女儿朱燕来 则是中国银行香港发展部的总经理 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在目前中国权力难受制约的情况下 一些在金融行业发展的太子党 享受更快的升迁 更便捷的审批 更大的投资回报 甚至进行利益交换和输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私募基金是否有监督机制 曾做过国企管理的何军桥表示 在一个宪法都没有办法遵守的国家 中国的金融监督机制会起作用吗